在电影《壮志玲云》中扮演查理的 正是当年好莱坞流行的气质玉姐凯莉 麦吉利斯 她的气质与片中女教官的身份相补 只是岁月不饶人 生于1957年的凯莉麦吉利斯 如今也马上65岁了 而她现在的样子也被外媒拍到过 和当年已经判若两人成了大貌 虽然阿汤哥能继续演男主角 比阿汤哥大5岁的凯莉 却是没办法再演女主角了 年龄是摆在那里了 凯莉麦吉利斯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活跃在好莱坞的荧幕女神 她和哈里森福特在1985年 合作过电影证人 1989年演过一部《竹杀连环》 在那部片中她有过大胆的演出 《壮志玲云》是阿汤哥的成名作 也是凯莉的代表作 在片中她用最好的状态 诠释了一个飞行 女教官极美丽 性感帅气于一身 留下了一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后来凯莉麦吉利斯 还一直活跃在影视圈 但再无超越壮志玲云的作品 不过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始终保持了当年 那个潇洒洒爽的状态 2004年的《拉子智商》第一集 她出演了一个女军官 短发还是那么帅气 2011年 她出演了恐怖片《鬼电灵有主》 2014年 她出演了《僵尸国度》第一集 2017年 她还主演了《母亲的秘密》 岁月不饶人 美女变大妈是个残酷的现实 在2010年凯莉麦吉利斯 曾经和阿汤哥相逢于波斯王子 时之刃的放映活动现场 两人相见甚欢 但当时凯莉已经白发苍苍 和阿汤哥站在一起 已经宛若两代人